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经济学院里一点就上手 我是国立宜兰大学 应用经济与管理学系林云雀 好在最后一个单元 单元6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复习 在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透过两个商品的模型建构 了解自己应该如何把现有的资源 做最适的决策 当然也就是俗话的那一句 钱要花在刀口上 那我们的决策怎么样调整呢 因为我们可能遇到了财货的价格 也会发生变化 那所得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那消费者应该要随着财货的特性 来适时的调整自己的购买的决策 第一种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所得变化 所得变多了 你的钱变多了 可支配所得变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财货的数量 需求数量也跟着增加 这当然就是一个正常财货的概念 可以从第一个图形看得出来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所得增加 但是你的财货的数量减少了 这个时候可以从中间这个图形知道 这个财货就是列等财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所得增加 但是你对财货的需求数量不变 当然这个时候财货就是具有中性财的特性 第二种我面对的改变的情况是 如果X财货的价格变便宜了 价格下降了 那如果Y财货 那Y相对于X来讲 它是相关财货之间 那我的数量应该怎么样调整呢 如果财货数量增加 那这个时候两个财货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财 那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X财货价格下降了 那Y财货的数量也跟着下降 这个时候两个财货之间是替代财的特性 那还有一种就是两个财货之间是独立财 也就是你价格的财货变化 那对相关财货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时候 这个就是独立财的概念 好那我们除了这前面的财货之间的关系之外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绝对价格跟相对价格 还有边际替代率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相对价格跟边际替代率之间 其实指的是同样一件事情 只不过看的面向 一个是从主观的角度 一个是从你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而已 以上是我们这个主题的所有的影片内容 我们下一个主题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